哈喽各位全国的观众朋友大家笑好 今天是礼拜五 哇今天终于是过完今年最后一年了 我们接下来呢就准备要迎向2019年 所以送旧迎新嘛 那接下来1月份就即将要迎接我们所谓的福袋行情 福袋行情 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地方很多投资人他还是感到非常的担忧 而且还在场边光旺 因为他还是会害怕 为什么 因为美国稻穷工业指数实在是太夸张了 昨天一度盘中大跌又超过600点 但是收盘呢又来到上涨260点 所以出现一个剧烈的震荡整理 所以很多投资朋友在这个地方 他会感觉到接下来要放好几天的假了 他会觉得说这段期间万一晚上美国股市又发生什么暴跌 或者说礼拜一又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们不就没有办法好好安心的休假 也不能做什么动作 可是就是因为大家在担心 大家在观望 所以这个盘才会持续往上走 我们昨天有特别分享过 这个道琼工业指数 他昨天这根前天这根线行 他大涨1086点 他叫什么破底穿投 他是创下今年来的一个相对低点 破底之后 他的收盘是收过前两天的最高价 实际上他只要收过前一天的最高价 就叫做长虹吞噬K棒 那这种吞噬K棒 它是强烈的多头反转讯号 所以隔天 他的K棒就显得相当重要 还有接下来 他的这个最低点 两万 这个最低点的位置 是绝对不能够再被跌破的 如果再跌破 那这个地方 后面的往下空间还会很大 那通常 90%以上的几率 出现这种长虹吞噬 后面都会往上涨 那大概时间至少还会往上 走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大概这个低点都不太会被再跌破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的部分 台北股市因为 就是礼拜三 礼拜三的这个美国股市 这根长虹吞噬之后 又把这个台北股市 这个区间震荡整理格局 又再度的把它稳住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最近两个多月来 接近三个月 台北股市 它就是呈现一个区间震荡盘 重点 它还在这个区间的相对 低点附近来来回回 所以指数的部分 可以说是呈现原地踏步的状态 但就是因为这样子 投资人又一直不断担心说 这个9400点会不会跌破了 那手上又是报一些今年已经涨过原主流 他没有把股票换到我们一直不断提到的 5G的相关题材 重点来了 如果你在11月29号 这个是12月3号 11月29号听我们从这个5G开始介绍 一路以来 你在12月份全部都是操作5G的相当相关个股 基本上你从这个印刷电路板 到现在最近的这个散热模组 到这两天的这个PA功率放大器上面 基本上你都会有不错的收获 可是如果还是抱着原主流 你看从这个12月3号一路到现在 指数还是跌的 指数还是跌的 那你看哦 今年以来台北股市融资在昨天 统计到昨天为止 这一根K棒 它的融资是创下今年整个波段以来最低 那显见的这一整年以来 尤其到最后一天了 那融资还在减少 昨天还减了6亿 可是昨天大盘是涨162点 那投资人不跟 那外资是买超 而且是期货现货一起买嘛 那今天尤其最后一盘 真的非常不可思议 本来是只有小涨43点 但最后一盘又神龙百尾 涨了42点 那即使这样子 你看成交才多少 才737亿 所以等于说最近这一段时间 从12月一整个月以来 它的量每天越说越小 越说越小 就是因为大家没进场 所以明年我才更认为 这个地方会有圆月行情 会有福袋行情 因为美国股市 它也初步直稳稳住了 所以那个K棒 大家要记住叫长虹吞噬 就是它有破底 然后收盘 收过前一天最高价 破底穿透 好 那么来看一下 为什么今天最后一盘 可以拉涨四十几点呢 就是因为这个 中华电信 请问今天尾盘涨四十几点 中华电信爆量 成交一千一万九千四百三十三张 请问是散户买的吗 根本就不可能 散户绝对不会买 而且今天在最后一盘 也不可能去买中华电信 就算有买也是买其他股票 绝对不会是中华电信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 特定人在做指数 他希望让我们台北股市 这个周线日线周线月线 还有包含这个年线 这个四线合一可以收在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所以用中华电信 最后一盘大涨六块钱 涨5.6% 所以这个就是为了要控制指数 所做出来的一个现行 好的 那既然我们从这一点 还有我们从前面的推论 我们可以知道 基本上后面有大户 有这个机构法人 有背后这只手 他想要控制住这个指数 希望这个盘能够撑住 希望接下来能够延续 元月份的一个行情 那我们看到这个外资的部分 你看外资 他的期货进多单 昨天大增 你看从39,000口 变46,000口 他未平仓 台企未平仓 是最近一个月以来 单日的最大量 增幅最大 也是这个未平仓的进多单 一个月以来的最高的一个最高峰 来到46,000口 也就是说从12月3号 一路下跌以来 跌这么多了 在区间的低点 他用力奋力一起大买期货 你看前五大前十大交易人 就是大户码 这个市场上最大的 这个特定的五个跟十个 你看他手上已经从进空单 翻成进多单 前五大前十大 他的空单也大幅度的减少 所以这个地方很明显 期货的部分已经透露出一些讯号 就是说这个盘 他准备元月份要往上做一个攻击 他元月是有附带行情的 可是投资人在这地方还是非常观望 那我们在这个年底最后一周的时候 我们也告诉大家 最后五天过去十年以来的涨跌幅平均是1.6% 那上涨几率是90% 今年也不例外 今年整个最后面五个交易值是涨0.8% 本来是到礼拜一到礼拜四还小跌4.5点 今天的上涨 那他涨幅是0.89% 而且最后一天 最后一天封关日之前的这个记录是涨0.89% 0.89% 那他上涨几率是80% 那今天最后一天是涨0.89% 所以这样子看起来确实这个历史的统计数据还是有用的 还是有用的 那今年是收在9727点 那这还是明年元月 我们有讲这个元月会有附带行情 重点是你要买什么样子股票 你看 其实不只是我们之前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讲5G讲很久 从今年的6月份 当时市场还不是很认同5G 那当5G当时媒体的报道热度没有像现在这样子 可是到12月份开始 整个全台湾媒体 甚至全世界媒体都聚焦在5G相关的题材上面 你看连大陆的天封证券 他一样 他说2019年投资策略 手中5G 可是我们在11月29号开始 每天每天都跟投资朋友讲5G 就是未来的主流 2019年全世界都会全力的建设5G 但是你看他看待什么 他看待的是被动元件 我们早就跟投资朋友报告 被动元件细晶元 他是2018年上半年的一个主流 那他形成了一个头部 那短线跌升反弹之后 目前是走一个箱形整理 那箱形整理 但是他底部是不容易在破了 只是说他在这里来来回回 你同样的一套钱 如果把他换到涨比较快的股票上面 那当然你的资金使用就比较有效率 来我们看一下大陆的天封证 他看好什么 5G的部分 他看好是基地台建设没错 5G你要进行商业运转 第一步骤最重要的 你要先建设好基地台 因为这个5G的基地台跟4G不一样 5G他是毫米坡 他是高频坡 他的天线是比较短的 基地台是小台的 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大基地台 坡长是比较长的 那你可能隔个好远的地方 他才放一个基地台 可是5G因为坡长短 所以你要盖很多很多基地台 才可以把它涵盖放尾 全部都涵盖在讯号里面 所以基地台建设一定是第一优先 所以像之前的中壘 包含像智义等等的 那会优先上涨 那包含像最近的这个散热模组 散热需求 包含像双红 哇涨好多 包含像这个泰塑 对包含很多股票 散热相关需求就涨很多了 那再来像功率放大器 未来5G的手机 因为资料处理速度会很快 高频率 那耗电也会比较凶一点 那这个功率放大器 他也是非常非常需要 尤其是5G的基地台 那我们有提过 5G基地台里面 最重要的新一代材料 以前用深化钾来做功率放大器 可是5G时代你要用什么 用零化音 氮化钾来做这个功率放大器 为什么 因为这个5G他需要高频率 高功率的这个放大器 所以当然你现有的深化钾材料 无法满足了 你势必要有新的材料 零化音 全台湾只有两间公司 有在做零化音的这个涨金技术 一档就是我们讲过的IET 4971的IET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礼拜四 在股民当价群组里面 公开分享给大家这张股票 我们告诉大家这个月线 底部起涨 出大量 有没有非常非常漂亮 月线你看这个是好多年了 你看几乎经过了10年以上的时间 都没有涨 有没有都先横盘整理 好不容易终于这个月 12月份开始第一根起涨 成交量也放出了 最近几年来的一个单月份的大量 代表什么 量先价型 股票准备要攻了 我们告诉大家 11月份营收创122个月新高 前三季EPS赚2.98元 股价才一字头 有没有吸引力 当然很有吸引力 那我们在群组公开分享 有很多投资朋友说 哇这个太好猜了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前三季EPS赚2.98元 你随便Google随便查一下 你也知道这档股票是什么 所以好多投资朋友就跟我们讲说 他已经猜到了 这档股票就是我们的建顺电 所以我们在股民当价群组里面 今天哇不得了 开盘不到半个小时 就急拉公到涨停板 恭喜各位投资朋友 昨天有跟我们在群组里面 虽然我们没有直接明白 讲是哪支股票 但是好多投资朋友 已经猜到他们也经常买了 今天不到半小时就攻上涨停板 收盘一样还是涨停板 那今天台北股市只有四支股票 超级无敌难得 今天台北股市这个行情 大家在担心这个廉价效益 成交量萎缩到只有700多亿 竟然只有四支股票 涨停板 我们的股票昨天刚买进 今天扎扎实实的赚一根涨停板 所以是相当相当的难能可贵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档股票呢 这样是我们今天我们在股民当价群组里面 有特别的分享 这档股票呢 其实我们也是相当相当看好 而且是元月份 我们最看好的一档股票之一 财神道 他明明叫财神道 这个是周线图 周线图 当他下来整理之后 从去年的年底一路往下跌 但是今年已经横盘整理一整年 最近这家公司他有新的产能要开出来 这个新的产能开出来之后 刚好他所生产的产品又有涨价的效应 所以以往很多公司就是看到产品涨价了 就是想要去扩增新的产线 结果产线一开出来 产品价格也跌下来了 所以他没有match在一起 但是这家公司新的产线已经开好了 准备要开始大量生产 而产品价格也开始呈现往上的一个大幅度的成长 所以预估这家公司不得了 明年的EPS渴望成长90%以上 所以他会有爆发性的一个成长 这个是我们元月份相当看好一档股票 在这个底部有没有 最近两个礼拜出现一个出量上工 这个礼拜他的行情有稍稍受到压抑 拉回 所以我们当然选择拉回找买点 股票我们不要追 拉回找买点 所以这样股票是有一个波段的行情 另外一支股票百达斐利 这支股票其实我跟各位投资朋友 在我们群组里面好几天前就分享过了 只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很明显的发动 这档股票也是元月份我们相当看好的一档股票 那迎向未来就是明年是5G的元年 所以我们操作策略是什么 我们跟大家分享过好几次 你要补运钱 你要补足未来强势个股 你要放到库存里面 放到你的财库里面 把它好好的锁好 库存里面如果有一些不太动的股票 或成交量小股票或者是套牢股票 你一定要趁这个时候换股操作 太弱流强 第三个钱滚钱做价差 才可以扩大战果 把你的获利放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现阶段的操作策略 就是补运钱 好 那以上就提供给各位投资朋友参考 那也预祝各位投资朋友新年愉快 那我们股民当价群组是 小小鼠HCD5326J 我们明年见拜拜